老师看一下哦 这个我们刚选的是它个人首页的范本 它就包含了每日记事 你的兴趣追踪啦 你的看电影的list啦 你的食谱啦 你的付注啦 那简单的预算啦 要的话就可以留下来 我跟老师报告一下 喂老师你刚不叫我们做阅读清单吗 我想告诉你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它本来你做了个人首页范本 它就把其他包进来 那这个我刚不做了个 屏东三日游吗 这个travel plan 跟这个其实是一样 看到吗 然后点开来 是这个 然后现在点这里 其实是一样哦 这个是一样哦 一样的功能 这里 我播这里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我不要了 不要的话很简单 移到这里来六个点点 点着它把它做delete 老师我要删这些我都不要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点六个点点把它做删除 老师那这个怎么放进来 来来看我做 看我做 放进来给老师的建议是这样 这独立的一面 你可以这里哦 屏东三日游脱衣 你有看到 一拉到它上面去 放开 它就过来了 那这样什么意思 它就变到 刚刚是跟它同一层的 就拉下来了 哦来 我的阅读日子也一样哦 拉到这里来 叠到它上面去 放开 有看到在这里吗 那这个 好像这个比较完整一点点 我刚才看了不够完整 来 可以搬到右边来放开 跟生活相关 老师我还是用中文好了 我看中文比较习惯 生活相关的 哦 所以你增加了范本 都可以这样移动 啊这个是食谱的 食谱没有用呢 看电我要 来 点着它 这边就可以做删除 点着它 就可以做删除 来 我们再来加一个 Template 你看一下哦 我这次想做简单的什么 预算规划 Simple Budget 哦 个人的一些开销啦 OK吗 那我把它点选 取得范本 进来这边呢 呃 记账 跟记账相关了 那这个呢 我想放在我的主页首页这里啊 那怎么放 还记得吗 拖曳到它上面 把它叠上去就好了 叠上去理论上 会在最下方 再请老师把它移到这里来 看你要移到左边右边 都可以 这边就好了吗 看来 看来 感谢观看